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习的时候的那个小作业 然后我把答案放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及时发在讨论框里 我们一起讨论 那其实这里很多的这个框框都其实还有其他的区域的选择 我用的是文章里的词语 然后有一些是直接使用 然后有一些是进行了变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看到有25个小小伙伴进来了 哈喽哈喽 我们再等三分钟的时间 再等一等更多的小伙伴 我们再开始今天的学习 好的 现在这个音量可以吗 还是太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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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进来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现在投屏显示的是我们预习当中的一项作业 然后这里其实有很多的表述 都是直接来自于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篇外刊原文的 当然了也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词语去替换 大家如果在 等一下上课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者 想法都可以发在这个讨论框里 我们一起讨论学习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等一等更多的小伙伴进来 好了那现在我这边显示八点了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 首先感谢大家准时出现在我们的直播课上 然后也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和大家一起 度过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一小时 对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一天一篇经济学人 的这个精品写作课第二课 那我是这一节课的授课老师Lucy 我们今天将一起学习的这篇文章是一篇来自于 Shan Potter专栏 熊比特专栏的这么一篇关于海外抖音 关于TikTok的一篇文章叫Creative Seduction 那相信大家在预习的时候也已经都通读过 这篇文章大概知道它的结构了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背景介绍 对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 那这两节课我们主要的学习目标呢 首先第一个是积累一些和互联网相关的热点词汇和表述 那这个也已经体现在我们的预习作业第一个作业里面 比如说像算法呀 直播带货呀 打赏这个电子商务这一类的词汇 那大家都可以积累起来 然后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写作当中去 那另外一方面想要和大家分享和积累的呢 就是在读外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小词和地道的一些表述 那小词指的就是那些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显眼 不是那么重要的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 非常确定的意思的这么一些词 然后这些词通常会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那我们也会去积累一些这样子的词语的表述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会一起去学习在这一篇外看当中 它对于修辞手法的一些运用 以及这些修辞手法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还会分享一些writing tips 一些写作上面的小窍门 其中就包括像这节课我们会讲到如何引用他人观点 然后包括不同的文体之间的风格差异 还有如果有时间的话 今天也会讲到如何做比较等等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不管是这个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标划考试 还是经济学人里面的一些这种作者专栏 其实它的核心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去write to persuade 是为了去做到一个说明 并且是说服读者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所以说用这些writing tips 用这些写作的小技巧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文章的说服力 能够让读者跟着我们的思路走 然后如果有可能或者说最理想的条件 最理想的情况下 那就是他们完全接纳我们的观点 觉得我们说的很有道理 It's ok 没关系 我们才刚刚开始 好 那以下这一页呢 是一个style guide introduction 那这个是我从经济学人他自己出的 这个style guide 这个写作风格指南里面 直接摘出来的七点 把重点的部分放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里他说 readers are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what you have to say by the way in which you say it you may encourage them either to read it on or to give up 那所以说 这个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这个不光是内容 那写作的风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可能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往下读 也可能他们看了两句就看不下去了 那作为一本这种刊物型的 作为一本这种知名的刊物 那经济学人他肯定有一个非常 首要的目标 就是需要留住他的客户群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续定他的这个杂志 那所以这个呢 也是在他的风格当中体现出来了 这里他总共总结了七点 第一点是 do not be stuffy 那stuffy 他的意思是 这种不要感觉很古板 很矮板 然后尽量使用一些 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语言 那换句话说 就是在文章当中 不要大量的去堆砌一些专有术语 或者说一些学术词汇 让自己的文章看起来很高大上很高深 因为这样子其实可能是会下走一部分潜在的读者的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之前的写作课当中 我们其他老师也有提到过 在写作文 在写作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去降低读者的阅读负荷 而不是去人为的给他制造阅读障碍 那只有当读者能够理解这一篇文章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才有可能会跟着我们的思路走 并且最后被我们说服 降低阅读复合 那像jargon 像这种学术术语 就尽量少用 那第二点呢 其实是对于第一点的一个强调 他说use the language of everyday speech 尽量使用这种日常的语言 也是不要是使用太过于晦涩的语言 接下来说的是这个 不要用太过于 这个就开始讲到 文法上面的一些问题了 不要太过于拿枪拿掉 这样子可能 比如说写一些很复杂的句子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直接用直白的词语 不然的话可能会反而让读者更加难以理解 我们究竟想要说什么 或者传达出来什么内容 然后第四点呢 是不要感觉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是用一种比较高傲的姿态 去教育或者是去教训读者 因为还是要记得我们刚才说了 不管是经济学人这样的外刊文章 还是我们自己平时在标划考试 比如亚斯托弗当中写的议论文 那它的核心目的其实是去persuade 去通过展现各种各样的证据 通过我们丰富的论证去说服读者 让读者觉得 我选择这个观点或者说我的这个态度 它是有理可疑有据可循的 所以在这边他就强调了说 if you use arguments, reasoning and evidence, you may succeed 那一样的,也是不要长篇大论 不要太过于说教 然后第五点是 do not be too pleased with yourself 那这一点呢 也是属于说不要觉得自己太聪明 那其实第四点和第五点 它都在讲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个界限感的问题 因为作者和读者很有可能是持两种不同观点 甚至相反观点的人 那也就是说很多读者一开始在看 一篇议论文或者说一篇这种 这种杂志专栏的时候 看到这个观点,看到这个立场 它可能天然的就是会带有一点点的警戒性 或者说距离感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尽量的去消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个差异 尽量把读者给 让读者跟着我们的思路走 然后把读者给带上来 带到我们的节奏上 然后带到我们的这个论证 论证当中去 那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去说服他 那如果一味的去强调 说这个我 比如说我比读者聪明 或者说我比读者知道的更多 认知的层次更深刻 那这样子其实是对于这个说服读者 对于这个persuade的是没有好处的 好,然后第六点是 Do not be too chatty 不要在一件事情上太啰嗦 兜圈子说来说去说太久 第七点呢 Do not be too didactic 依然是类似的 就是不要 就太过于的说教 不要让人感觉是在 教读者做事情 教读者一个道理这种感觉 那接着就非常直白的一句话说 This will not be the way to persuade them to renew their subscriptions 所以说对于 像经济学人这样子的外看来讲 依然最重要的还是 这个读者的续费率 那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有很多条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尽管我们和经济学人 这些专栏文章 它最后最根本的目的不一样 我们是想要通过议论文 因为议论文主要是用 主要是出现在英语水平的标划考试上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想要通过 议论文来展现出来 我们的第一个是 会用英语的思维和逻辑 来表达对于一件事情的 看法和观点 然后对于未来 如果有进一步 比如说或者有这个 海外求学计划的同学来说 那议论文其实就是 学术论文的一个基础 那只有在你能够清晰的 明确的有逻辑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写好一篇学术论文 所以这里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篇文章本身 那首先这一篇文章 它的题目可能很多 不知道很多同学 在读到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题目好奇特呀 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 seduction这个词呢 这里想听一听 不知道大家当时 第一反应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会用seduction 那也欢迎大家把想法 分享在聊天框里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seduction这个词来自于seduce对吧 感觉好像 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所以seduction 那所以按照 如果按照 3J 会上瘾 还有小N同学的观点的话 哦OK 像奶头乐的感觉 对那所以seduction 大家都认为 它是一个attraction的升级版是吗 那它为什么不用 比如说creative attraction呢 是seduction感觉更加强一点 seduction有这种感觉被 整个被 就很上头的这种感觉 那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演绎 OK我们可以看一看 后面的文章当中 其实在后面的文章里面 它好像也有提到和seduction 常用的一个意思 这种性上面的诱惑 这种意思 相关的一些讨论和一些论述 很好 比如 you magic 对吗 比如说you magic 同学提到的 在第二段当中的这个busty seductiveness 感觉词像不太一样 那所以attraction 它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中性的词 seduction 大家是觉得带有贬义是吗 那这样子的话 是说明这个作者 他对于抖音的流行 他是持一种 不能说是持一种消极态度 或者悲观态度吧 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整个来 是这样子吗 那或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副标题 副标题 它说TikTok is not silly It is a serious disruptor 那这个副标题 有没有在解释 或者说 在给 给我们更多 关于作者立场和态度的信息呢 那 首先 这个主标题和副标题 在英语写作里面 它的作用不太一样 主标题 有同学说 欣赏TikTok的策略 对 那主标题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 attention grabber的作用 也就是说 主标题 这个有点像 我们国内的 比如说 UC浏览器 它每次弹出来的 这个 弹窗都是震惊 巴拉巴拉 那 这个就是一个 用来吸引人眼球的 这么一种写法 那如果是 attraction 这个词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中性的 对 有点标题党的感觉 就有一点点太平淡了 没有办法 能够吸引到读者的眼球 但是creative seduction 这个很有冲击力的一个词 seduction 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 那另外这个地方 那另外这个地方 其实呢 还使用了一个 malapropism malapropism 它的意思是说 对于 对于一个词语 去使用一个相近的词语 读音上相近的词语 的这样子的一种 就类似于双关语 或者说俏皮化 这样子的一种用法 然后呢 来达到一个 幽默 诙谐的效果 比如说 下面我举了这个例子 说I know how to dance the flamingo 和 那其实正确的应该是 I know how to dance flamenco flamenco 是火炼鸟的意思 那flamenco 才是这个 一种舞蹈啊 所以 那本译应该是 I know how to dance the flamenco 但是flamenco 因为 整体读起来 感觉和 下面这个 正确的词比较像 然后用它呢 用上面的这个 会跳火炼鸟 就 故意去 玩一个 类似于谐音梗 这种感觉 可以去起到一个 幽默 辉谐 戏剧化的效果 那 在这个 副标题里面 副标题就 更加 简单明了 更加直白一点 TikTok is not silly 这句话就 已经很明显了 然后后面一句话 It is a serious disruptor 那disruptor 这个词 它来自于 disrupt 对吗 那大家觉得 这个词 是一个 褒译词吗 因为disrupt 是破坏的意思 对吗 是贬义词吗 那因为 我本人 学习的 是 专业 是经济学 所以 当我看到 这个标题 然后外加 这个专栏的名字 叫做 Shanpeter 他本身就是一个 奥地利一的 然后 美国哈佛大学的 一个著名的 经济学教授 所以 一看到 这个名字 再加上 disruptor 这个词 就立马想到了 一个经济里面的概念 那其实 在这篇文章里面 也的确是在 虽然说他没有直接的提到 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在文章里面 要尽量避免去使用很多 学术性的词汇 来吓到你的读者 但是呢 他其实是用了这个概念 在里面的 那 这个 这个概念的名字叫做 creative destruction 叫做破坏性毁灭 对 创造性破坏 对 谢谢 渣渣同学的这个翻译 应该是 正确的国内的书本翻译 对 那creative destruction 他讲的是 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说 这个 旧的产品的垄断 会被新的产品 的 这个被发明和创造给打破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虽然短时间看起来是 一种毁灭性的 对于整个市场 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长期来看呢 创新会 把整一个社会 推到一个更好 更高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 creative seduction 其实和 creative destruction 它是有一点 malapropism 那他们的 最后的读音 都是 uction 对吗 所以作者其实是有 这个意味在里面的 那下面的这张图 可能就会 更加简单明了的 解释这个 创造性破坏的意思 那 在我们 人类已知的 现代 现代的 这个 文明进程当中 是有 四次 这个 creat 创造性破坏 那每一次的 创造性破坏 它都是带来了 整一个行业 甚至是 整一个世界的颠覆 然后呢 把这个 经济活动 这边的 纵作标是 经济活动 把经济活动 推到了一个 更高的高潮 虽然说 在产生破坏的 即刻 可能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影响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 向上的趋势 那这就是 这个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破坏 它的本意 那creative seduction seduction 这个词呢 我个人认为 它 和 除了说 是attraction的 这个 带有一点点贬义 或者说 attraction的 吸引点球版之外 那 它里面 其实还包含了一点 关于抖音 是如何 获得流行的 这么一种 比较刻板印象式的 看法 因为包括像作者 刚才也有同学提到 像作者 在第二段里面 其实有提到 像 Busty seductiveness 然后包括在最后一段里面 有提到说 抖音应该自己去加强 这个自身的内容监管 内容审查的这个制度 那其实都是有一点点 和这个seduction 这个词是在打擦边球的 那因为下文当中 也提到了 这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在做一个 foreshadowing 是在为后文具 进行一个铺垫 然后回到disruptor 这个词 那因为creative destruction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从长远来看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事 所以其实disruptor这个词 它也不是说 一个100%就保持贬异的 这么一个词 因为它除了有破坏者 这个意思之外 它还有颠覆者的意思 那颠覆者 这个一听就感觉 比破坏者形象正面多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 作者觉得 抖音是一个行业的颠覆者 而不是行业规则的破坏者 那做颠覆者这个意思 比如说 在这个 国外的报纸上 就出现过这句话 说 Trump has proudly cast himself as a political disruptor from the start 那这句话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 特朗普从一开始 就把自己给塑造成了一个 政治颠覆者的形象 所以他用的也是颠覆者的意思 而不是破坏者的意思 那这个感觉批评的 语气太重了 还有比如说 有很多的公司 他们甚至在他们公司的 长期目标 或者短期目标里面 就会写 是想要改变世界 并且成为一个disruptor 那disruptor 所以在这里 它是颠覆者的意思 并没有那么的贬义 那其实这个标题 尤其是这个副标题 其实就定下了 整一篇文章的一个调性 就是经济学人 他认为这个TikTok 会对行业产生 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但是至于是好是坏呢 其实并没有说 一定是坏的影响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文章的第一段 那尽管抖音在国外 非常火爆 也常常占据 这个社交媒体app的 下载榜第一名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读者 都下载了TikTok 或者说都了解TikTok 它的这个运行机制的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在第一段当中 当作者一开始想要 跟读者聊 关于TikTok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如何给读者去铺垫 去介绍TikTok 并且去尝试去激起读者的 阅读兴趣的 那在全文开篇 就使用了一个引号 去引用了一句 科技博主的话 so when you gaze into TikTok TikTok gazes into you 那这一句话 其实是对于 尼采的一个经典的名言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的 一个改写 但是和刚才 我们提到过的问题一样 就是我们刚才说 不是所有的人 都了解TikTok 那更不是所有的人 都了解尼采 或者说了解 尼采这一句话 它背后究竟是什么用意 而且在改编了之后 加入了TikTok的元素了以后 其实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让这句话 变得更加晦涩 难懂了才对 那作者是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的呢 他是在做了一个 引用 引用了这个改编以后 立马就跟上了一句解释 就跟上了后面的这句话 那这个解释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冒号 冒号之后又是 更加具体的内容 那他通过这个解释 把这些抽象化的内容 什么凝视TikTok TikTok也凝视你 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 去给他具象化 然后 那同时呢 也是更加直白的 向读者去说明 TikTok它其实是在 窥视我们的生活 那这就带我们来到了 今天的第一个writing tip 就是名言俗语如何引用 那我们都知道 积累一些俗语 或者名人名言 对于写作的时候 是加分的 相信大家在之前的学习当中 也肯定或多或少的 积累过一些 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 比如说 如果我积累了这句话 Health is above wealth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那这是否就意味着 当我看到健康类的作文的时候 我就可以简单粗暴地把这句话给扔进去 就好了呢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Health is above wealth 那这句话很明显在说 健康很重要啊 那所以说 所有健康类的文章 我就扔进去 是不是就好了吗 需要举例 有同学说 那意思是在这个 Health is above wealth 的后面去 再介绍一下 Health是怎么 above wealth的吗 要看语境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是反对 我觉得 比如说像 这边的这个题目 人们相比 相比之前 更加重视健康了 我如果是反对的话 那我就说 我就不能放这个东西 因为语境不对 是这个意思吗 那有道理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句话它可以放 但是呢 这句话放进去了以后 不同的人对于这句话 会有不同的解读 那就要看你后续 究竟想要引出的是 什么样的论点 如果我只是把这句话 扔在开头段 或者扔在某一个主体段 当这个中心句 当话题句的话 那它其实是对于后续观点的引出 是不明确不清晰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只是 引用俗语 然后 我去对它进行 一个解释 或者展开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 我给 这一道题目 人们比以前更加 注重自己的健康 和下面的这一道题目 说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 来提倡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然后以预防疾病 那这两个健康类的话题 我都可以用一样的开头了 说health is above wealth 嗯 health很重要 所以政府应该怎么 然后最后就是我的 thesis statement 我的核心观点 所以政府应该怎么样 或者上面我说 所以人们比以前 更注重健康了吗 那不是的 如果是简单的 这样子去写的话 就会感觉 这一句俗语的引用 是为了引用而引用 整一个就会感觉 非常悬浮 和你的其他的 文章的其他部分 没有有机的结合到一起 那这样子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加分项 而是一个减分项了 因为在英语里面 非常强调coherence 连贯性 上文和下文 最理想的情况 是要像两块拼图一样 拼在一起 而不是随便的 拿两块小木板 把它摆在一起 就完事了 那如果是 就摆两块小木板 然后这个 当一段话写的长了以后 就会感觉 哪一块抽一抽 都是松动的 好像 少了哪一句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一篇文章 它从coherence 从这个 逻辑的 连贯性的角度来讲 一定是会失分的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提出一个 小建议 在写作的时候 不是不能引用 而是引用了之后 一定要记得去解释 这一句俗语 或者这一句名人名言 那这总的来讲 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如果 你知道这句话 它的明确的出处 那就可以说 这句话 它是 比如说 谁谁谁 曾经说过 或者 在哪一本书上 读到过 那当然了 这个不是一个 必须像 因为很多俗话 说的好 或者这种 民间谚语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是谁说的 对 所以这个打了一个引号 然后第二步 要做的呢 是 去 真正的去引用 这一句话 那引用这一句话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我可以是写 这句话的原句 比如说像刚才那 Health is above wealth 那如果是引用 稍微长一点的内容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我们对它做一个 summary 或者做一个 统一改写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 第三件事情 就是 要明确地给读者点出 我引用的这一句话 它对于我的 整一篇文章的推动 或者对于我的 整一篇论文的推动 有什么作用 那这个地方 我也引用了一句 这个 国外英语老师 讲的这么一句话 说 Putting an explanation after a quote is like securing a huge delicious sandwich with a tough bun 那想要把这个 很巨大 很多汁的 三明治 给紧紧地锁住 是需要有两片面包的 那这个肉是 句子的话 那这个解释 其实就是 对于句子的解释 其实就是面包 能够把肉 和其他的部分 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大家再回头看一看 我们刚才出现过的 这个题目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eople nowaday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ealth than before 我如果依然是想用 health is above wealth 这一句话的话 有什么办法去做 更进一步的解释吗? 然后能够更加顺畅 更加丝滑地推导出 我后面的 不管是核心论点 还是观点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目前 Health is above wealth 它只是说明 健康很重要 那它和这个More Concerned 之间 好像还缺乏一个 更加明确的联系 举例子 那让乐师同学 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呢 怎么样通过一个例子 去增强它们之间的 这个联系 把它们给拼起来 举一个关于目前 工作选择的例子 那所以乐 乐师的意思是 OK好 这里举例子 看来好多同学都觉得 举例子可以 OK 那我们就写举例子 工作选择 那乐师的意思是 可能现在大家 更愿意选择一个安全的工作 那些有安全隐患的工作 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做了 Working或者说 Job Choices 年轻人买枸杞 保温杯里泡枸杞 是吗 The younger generation 枸杞的英文叫做 Wolf Ferries 人们健康现状 The status quo OK 那关于现状 这个可能 感觉是 包含了前面说的这些 比如说 现在年轻人的工作选择 然后买枸杞之类的 没有Health 就没有Wealth 比如说 那 渣渣同学的意思是说 身体大 身体是 革命的本钱 因为现在 人们发现 没有Health 就没有Wealth了 所以人们变得 more concerned 是这样子吗 去做一个因果的联系 打比方 把健康比 做经济基础 那很好 大家想的这些方法 虽然说在 方式上面 有一些区别 但是其实本质 都是相通的 就是在尝试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一句话 给它具象化一些 把它变得更加 更加直白一些 这就像是 副标题 对于主标题 做的那样 那这个地方 我也尝试着 写了一段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样子写是否可行 我写的是 大家觉得这样子可以吗 其实我也是举了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 通过这个医疗保健的行业 变得比以前增长的速度更快 来体现出来 说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 是接受或者说认可这个观点了 那很显然 我后面要推导出来的 这个核心论点 就是现在的人比以前更在意健康 也是采用了一个具象化的手段 那大家可以看到 再加上了后面的这句 the belief 这句话以后 我的这一段话 它就不再适合下面的这个题目了 就和下面的这个题目区分开了 所以哪怕我要引用同样的一句句子 对于不同的题目 我的这个讨论 或者说讨论的方向 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这个小练习 那题目是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eenagers should not watch TV programs just for entertainment 到底应不应该说 纯粹为了娱乐目的看电视呢? 这个地方我想到了一句谚语 说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 jack a dull boy all play and no work make jack a mere toy 大家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是我要如何引用 我是否是全部完整的引用 这句谚语 然后第二个是 如果要引用这句谚语的话 我的立场大概会是什么 然后我在讲完谚语以后 通过怎么样的解释 可以推导出我的立场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学习和娱乐时间都需要试读 全部引用 还有其他的小伙伴 有不同的或者 不同的看法 或者有更多的想法吗 那 无视小神仙同学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如果你全部都引用的话 那后面的explain 应该怎么讲 都引用 然后说它的平衡很重要 详细说明 dowboy和mere toy的状态 嗯 啊 那J的同学说 引用后半句 因为它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好 那我们 现在有两派 一派是 全句引用 一派是 这个指引用后半句 这个是否可以写中立立场 其实就要看具体的 考试类型了 如果是雅思的话 当然可以写一个中立立场 或者说就稍微说 在更大程度上 我认为怎么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托福的考试的话 因为像这个题目 其实我是摘自托福的 网年考题 那如果是托福的话 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站边了 好 好 现在出现了说 site前半句的 那这个 umagic同学 如果你说site前半句 引用前半句 然后表示不同意 就直接说 all 什么 as the saying goes 比如说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 jack a dull boy 当说 这个entertainment is important 这样子吗 能不能再想一想 这个地方 怎么样 给他去 增强 这句话 和我们题目之间的 这个click 那上面 august同学的想法 很不错 想要通过电视节目 来发挥教化作用 就在讲完这句话以后 就说电视节目 是有教化作用的 是这个意思吗 就先 就直接把这个事情 连到电视上 从work and play 直接过渡到电视上 给大家看 那这里我也尝试写了一段 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猜一猜 在后面我要写的核心观点 就会是同意还是反对 我只引用了前半句话 只引用了一的部分 谢谢大家 那大家猜一猜 我后面的核心观点 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很多同学刚才都提到了平衡 这个想法 然后我也是提到了平衡 说要有一个平衡很重要 但是我在后面的解释说 这个平衡很重要的原因 我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的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前面引用的时候 只引用了第一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对 就尽管这个 a delicate balance 是不管同意与否 引用这句话的同学都一定会考虑到的 说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 但是渐渐的 我就悄悄的把读者开始往我的想法这边拉了 我说这个平衡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一个人去recharge the batteries 去这种感觉是充电 让人恢复精神状态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balance的话 人就会变得傻乎乎的 然后对于这个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不怎么有利的 那所以其实我后面要讲的就是disagree 那总的来讲 大家的想法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如果我是disagree的话 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引用第二句话的 因为一旦你想要展现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么一个名言的引用的话 反而其实 然后最后又是选择站边的话 那这样子反而会模糊掉你的立场 读者就会感觉 好像这个玩也挺重要 学也挺重要 然后可能就不太不太清楚 究竟你想要更想要强调 更想要侧重的是哪一个方面了 所以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 有选择的引用 只引用对我们的文章最有利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 在写文章的时候的小技巧 好 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是 尼采的原句 还是这个博主 Eugene Wei的这个改编版 凝视的这个概念 都是相互的 因为 这个文章里面他说的是 when you gaze into TikTok TikTok gazes into you 所以是相互的 可是好像在第一段 这个解释里面 好像只有一个单向的吧 只有一个算法 gazes 作者 只有一个算法 凝视作者 的这么一个介绍 好像感觉有点片面 那这是否意味着 这个作者 他的引用是不正确的呢 他是不是应该像我们 刚才说的那样 只引用半句话呢 但是只引用半句话的话 只引用TikTok gazes into you 好像前面的这个 when you gaze into TikTok 好像感觉少了一个条件 少了一些什么 他不像刚才那个 All work and no play 那个是两句 非常独立的句子 我可以只用其中一句 那不知道在 大家在阅读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这是作者故意为之吗 还是说是他的一个遗漏吗 其实并不是的 在第二段 第二段一上来 他就讲 Shimpatter is quite clear however about what he sees in TikTok 好 那所以说 其实第二段的一上来 就在讲 when you gaze into TikTok 这个Shimpatter 他就开始 gazes into TikTok 那然后他说 他发现 这里面提到了 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光光只有 这个busty seductiveness 然后 还有一些 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It is the serious money changing hands and the unmistakable thril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他就明确地提到了 这个creative destruction 但是呢 他没有在这个词上面 逗留太久 因为在这里逗留太久 又会让读者感觉 这篇文章非常的学术 但是通过他前面 给出的 一连串的修饰的词 the unmistakable thrill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他对于这个 creative destruction 他是持一个 非常肯定 非常褒义的 这么一个态度的 那这也就 回去前面 印证了 disruptor这个词 其实更应该被理解为 是一个颠覆者 而不是一个破坏者 那这个 unmistakable 绝对不会错的 他其实感觉 就有一点点像 这种众所周知 感觉很百分之百 打宝 打宝票的感觉 那接下来 这里出现了一句 用 it做主语的 这个强调句 说 it is the serious money changing hands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大家 就是 当我的强调部分 是代词的时候 究竟是应该用 主格还是 宾格呢 那现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强调的东西是 the serious money changing hands 所以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当 我的这个 想强调的部分 是 dice的时候 那我究竟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格式呢 哇 有同学 直接说主格 百分之百 所有的情况 都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面的这个例子 it is who he stand it is who he stood against the colonial power 和 it is him who stood against the colonial power 哪一个是对的呢 给大家一分钟的思考时间 大家可以把想法 发在讨论框里 究竟是 A是对的 还是 B是对的呢 卡卡白同学 还是坚定的认为 A是对的 也有不少同学 认为这个 宾格 宾格型 是him 才是对的 那大家判断 是 he还是him 的 依据是什么呢 有同学说 是因为语感 感觉哪个 读起来更舒服 更顺 就是哪个 那其他同学呢 有不一样的 这个 解题逻辑吗 非常好 其实 强调句 要看一看 在原句当中 是采用什么歌 感觉是me的话 就 比较顺口 对视的 那其实当大家 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语感并不是100%准确的 因为在强调句里面 又存在 it is he wh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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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存在 it is him wh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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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情况 其实都是存在的 那具体就要看 这句句子 它究竟我们把它 还原了以后 是什么东西 还原如果不强调的话 那这句话应该就是 he stood against the colonial power 好 那既然是he的话 那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把它变成强调句 依然应该是使用主歌 因为我们要强调的对象 它在原句当中 是主歌的形式 是做主语的形式出现的 那所以说在强调句里面 非常好 it is him who I met it is he who met me very good 那这也就 那刚才这个 罗斌同学就已经 告诉我们了 用斌格的情况的话 就是 当这个强调的对象 在这句话里面做斌语 比如说 we should blame him for the defeat we should blame him 那所以我现在如果要强调说 他就是那个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批评 我们应该怪罪的人的话 那就是 it is him who we should blame for that defeat 就跟罗斌同学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 就看究竟是我见到他 还是他见到我 谁是这句句子的主语 谁是动作的对象 那如果强调的是动作的对象 强调的是这个冰语味的东西 那就用冰格强调主语味的东西 就用主歌 好 那我们接着回去看这一篇文章 那这个要说it is的这句话 它其实是欠了一个小小的语法点的话 那后面的这一句话 好像就感觉是个语法错误了吧 and the unmistakable thril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没有一个词是动词 这句话 它甚至都不能被叫做一句话 这里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没有任何一个谓语 省略 这是一个省略句 有同学认为 而且如果大家常读经济学人 或者这一类型的外刊的话 这种写法好像还挺常见的 用标点符号表示强调 所以这两位同学的意思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排比句是吗 It is a serious money changing hand and it is the unmistakable thril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那如果用这个语前文衔接 可以解释现在这里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第三段的第一句话说 about time 又是一个没有未语的句子 那这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地方好像就没有前文衔接了 它也没有办法说去与后文去进行替换吧 不能说just about time after its birth 这样子好像换不了 所以看来它好像不是单纯的 就是平行结构排比 去做一个总结 那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做总结 或者在强调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扔掉或者说暂时不管语法了吗 about time是口语用法 那前面的这个 这个的unmistakable thrill呢 感觉好像现在大家讲到 讨论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一个说一个解释 是可以这两个这两个地方都能解释得通的 thrill做未语那应该不会吧 thrill做未语的话 应该就不能用unmistakable来形容了 啊 现在有同学提到了风格的问题 是不是想要突出更加轻松更加随便一点的风格 没错那这里其实就是语言风格上面的问题 我们学习外刊其实很大一部分时候是在学习里面的语言和表述 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 外刊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能够百分之一百的 就我看到一个很不错的说法 我就直接把它抓到我的这种尤其是硬式型的论文里面去 那其实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地方 这个未语缺失的问题 其实不仅让我们作为这个外语学习者感到非常困惑 连很多英语为母语的语言使用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不确定 所以呢在这里我截取了一位 美国的出版社的总编对于投稿人的回复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那这个 投稿人的问题就是 Is it okay to use sentence fragments in my writing? How much is too much? sentence fragments fragments就是 讲的就是这种不完整的句子 尤其是讲这种没有 没有位语 没有主干成分的句子 叫做句子碎片这种感觉 那这个总编的回答是 A sentence fragment is a phrase or clause 等等等等 他先解释了一下说 这个他其实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但是呢用了一个句号 然后说这个很多的作者使用 然后在有的情况下 他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后面 他说 at the same token beware of overusing them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段的回复当中 就是外国的出版社的主编 他们认为这个fragments 或者说不完整的句子 在写作当中的作用是去突出某一个角色的声音和观点 那像在经济学人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 他想要突出的就是作者的想法 所以刚才有同学提到强调 其实是有道理的 就是去突出想法 但是呢 刚才我高亮出来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总编也提到 是切记过度使用 千万不能用过头 而且呢 用其他的写作手法 其实也可以达到相似或者相同的效果 那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 外刊的写作文体和写作风格 和我们平时在语言类的标画考试 比如说考研啊 雅斯托夫之类的 当中常见的这些写作的区别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看到 在上一节课的时候 有同学是在答疑的环节当中 有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下一节课进一步的聊一聊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明确 在外刊阅读和学习的时候 哪一些内容 是我们可以直接借鉴到 我们自己的文章当中的 所以呢 因为现在可能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是暑假 所以我们就不拖堂 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那非常感谢今天 大家参与我们明天见 拜拜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workbook 这个handout上面 谢谢 我其实有留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今天晚上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明天一上来 就会讨论 这个经济学人 他的写作风格 他的文体 和我们平时考试的这些写作 不管是议论文 继续文 邮件 还有什么区别 好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好 有点 我们的 会议 杀 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